巨石强森一天吃七顿很强,这些肌肉巨兽才是真大胃王,随着直播的兴起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起了吃播,网络上不乏能吃的大胃王,巨石强森一天吃七顿,也是健身圈的知名大胃王。 但这些肌肉巨兽们,他们会让你知道,谁才是真正的大胃王,艾迪霍尔,体重超过380斤,他的生活中除了吃就是举铁,他的手机里安排了20多个闹钟,每天都会提醒自己什么时候该举铁,什么时候该吃饭,因为他每天都需要吃下,接近12000大卡的食物。 艾迪霍尔曾经做过一项科学测试,在静息的时候测量他的基础代谢,结果发现他的基础代谢高达5000大卡,逼很多男子高2到3倍,他每天摄入的食物堪比常人3到4天的总摄入量,当然为了维持高卡路里摄入,他每天都需要摄入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,如牛排,香肠,椰子油和坚果。 很多时候如果食物摄入不够,他会选择吃一些奶油,来维持自己的体重,当然在食物上涂抹上一些花生酱也是他常用的方案,当然尽管艾迪霍尔摄入大量食物,看起来体型臃肿,脂肪含量很高,但其实他的体质率只有25%,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高。 作为对比,巨石强森每天也是吃7餐,他每天摄入食物总卡路里,约为5165大卡,约是这些肌肉巨瘦的一半,而很多人在尝试挑战巨石强森的饮食时,都会感到力不从心。 除,聊艾迪霍尔,四届世界最强壮男人布莱恩肖,也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饮食,他的体重约为380斤左右,轮胎硬拉高达520公斤,身躲重量仅410公斤。 跟艾迪霍尔类似,他每天也需要摄入近12000大卡的热量,平均一天吃7到8顿,鸡肉,牛肉都是每天必须要准备的肉类,面和米饭是他最常吃的主食,当然各种各样的酱是少不了的,一般他的晚餐摄入量,就堪比常人当天摄入的总热量。 他告诉粉丝们,不要学习他这样的饮食,你们的胃根本无法承受,所以这些鸡肉巨兽们,他们才是真正的大胃王,他们吃下最多的食物,拉起最大的重量,真的令人非常敬佩。